马上就要体验风火轮的第一次了呢 想想都有一点小激动 但风火轮可不是那么随便 你想滑向的滑地 首先要找一个室内安全空间 并且保证可以在光滑的地面上摩擦摩擦 手也有浮的地方 场地找好就要开始前夕了 找地方坐下穿上风火轮 这里要注意的是 虽然两只鞋子的外观相同 但其中一只是主鞋 一只是副鞋 红色鞋扣的是主鞋 黑色鞋扣的是副鞋 分清楚主鞋和副鞋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主鞋控制速度以及刹车 而副鞋的速度是随主鞋变化的 将主鞋穿在你最习惯的脚上 大部分人是右脚 也有一部分人适应左脚 分别按下鞋背后的开关 你会发现主鞋背后有蓝光闪烁 那是蓝牙连接提示 打开风火轮APP 点击蓝牙按钮 选择产品序列号进行配对 你可以查看风火轮的电量 也可以改变风火轮的速度模式 初学者请先使用beginner 也就是初学者模式 终于要进入正系了 腌着脚尖站起来 主鞋脚跟向后一压 激活风火轮 这时只要向前轻轻一滑 风火轮就会动起来 滑行中要一直保持一脚在前 一脚在后的姿势 这样最容易掌握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启动电机 四个轮子需要同时转动 如果你只滑动其中一只鞋 电机不会被激活 只有同时滑动两只鞋 电机才会真正启动 主鞋脚后跟向后压使减速 脚掌与地面平行 或者稍微前倾使加速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当你真的失去平衡时 踮起脚尖让轮子脱离地面 所谓万事开头难 其实小编被迫要第一次滑风火轮时 也是拒绝的 但尝试了几次之后 便躲一下爱上了这风一样的感觉 绝对纯天然 没特效 根本停不下来 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 找小伙伴们一起来玩 可以互相搀扶 一起练习 一起飞 而且感情也有在这过程中增进的呢 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